欢迎收听I like新鲜货 我是费荣 在今天这个单元为大家邀请到 是我们场景有机生物科技的董事长 林欣迪林董长 董长好 费荣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赶快要跟董长要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前面的人生故事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 今年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年 这个人来来去去生命的一些 这个非常快速的一些变化 但是我看到您还是保持这么轻盈的体态 然后对自己的自信 然后整个优雅 是不是因为跟您自己从事的这个产业有关 对 我不是推广而已 我自己也是以身作者 就是落实到每天都可以 已经二十几年了嘛 就是因缘机会 然后饮用到这个树菜汤及花牙咸米 然后跟他就是结下了这个福分 那有这个机缘 那我觉得现在的忙碌人情 像我也有很多同学啦 朋友 很多很多 这样好像两个有一个 都是癌症太多了 然后没有多久就走了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有很多人啊 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就说你怎么可以保持 然后精神这么好 那你是四个孙子的阿嬷了 可以穿米 我完全不敢相信你已经当阿嬷 对啊 那你还可以这样 现在癌症的人为什么这么多 对真的 那我要如何保养 当然啦 因为我们人体啊 就是从头顶到脚底 就是有六十兆的一个细胞所过程嘛 是 你有两百七十四种的干细胞 那如果你的那个 因为我们细胞 会容我们都有周期哦 就像为什么大肠癌这么多 就是大肠的一个 这个细胞啦 六天就会分裂一次 就是很快 就是你细胞越分裂越快呢 它很快就会跟这些毒素啦 跟一些不良的物质结合 那你的细胞就会病变 那因为我们的细胞啊 要处在像说最好的状态下 有没有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细胞做一个重建 那因为我们的健康的细胞都会死 唯一有癌细胞不会死 这一切癌细胞不会死 那你每次都 我们的细胞啊 用就是在体内起化解变化 就是我们吸收 这个氧气 二氧化碳放出来 那大概就是五十次到六十次 我们的细胞就会自动掉亡的 健康的细胞哦 很多癌症就是这样子 也还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延伸了 所以我就是因为现在你要想哦 我们现在的人哪有办法说 一天营养均衡 而且现在大家都精致饮食 对精致的饮食 太精致了 那像营养师 就是营养学上有没有 就是要吃自己七个前头的一个蔬菜 我们又不是牛 对也忙碌 所以呢我们就用精致的一个 用400公斤的一个 用溶缩的 就是最高科技的一个 我们的用冷冻干燥结晶哦 连那个分子都结晶 就是结晶化 所以那就是刚刚好 就是我觉得那一个 历史和博士的一个科学家 所发明的这一个蔬菜汤 有机日本的一个养生蔬菜汤 跟咸米汤 是真的还要花牙耶 所以咸米一定要花牙 那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我看您整个状态非常好 皮肤又很好 那我明知说 其实2020年很多人都说 你只要活着你就赢了 董长您这么忙碌 我想应该这个一个礼拜 可能吃啊 应酬时间也很多 你会怎么样去拿捏 自己在饮食上面呢 会不会比如说 可能会规定自己 每天都要多喝水啦 自己的这个饮食上面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自己可能就是在饮食上呢 我多吃淀粉啊 就是不会那么多 少吃的 少吃 那那一个当然要吃 你有没有吃的话 你也没体力嘛 对不行 对也不行 那因为我们喝的 就是像蔬菜汤跟咸米 就很多能量 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能量不是热量 就是我们身体切滑的 这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 就是比如说你切滑点 你就是会那个大脖子 就是甲状腺肿大啦 那你如果贴切滑膝 你就有癌症的产生嘛 那如果你切滑膝 你就是免疫力失调嘛 那你要强化我们的免疫力啊 不只它有战斗力 然后它稳定性还要高 就是太强也不行 太弱又病毒会入侵 对那要为正常 就是刚刚好 就要提升为刚刚好 所以我平常的饮用方式呢 就是除了蔬菜汤 跟花芽咸米汤汁 我都一天都大概喝个两三杯 那就是当开水喝 那再来就是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是尽量以清淡 饮食清淡为主 饮食清淡 但是还是会吃白米饭吗 会吃 我也说吃很多 没有没有 就是大概半碗 哦半碗 那那个鸡肉就是像鸡肉啊 可能就是我们的指头的 三个指头 我们自己三个指头这样 就是会吃一块一块 鸡肉好 鸡肉其实白肉好 对白肉好 就是吃大概就是这个的 也不会吃很多 因为我吃就是调理到身体都是 体内就是弱点性的嘛 那你吃太多会不舒服 也不是我不要吃 因为您长期已经这样保险 是是 就是吃了会不舒服 那因为我尽量都在 吃的比较清淡啦 没有说那个吃的那么 什么辣啦 咸啦 我刚才要偷问 会不会想吃麻辣锅 现在冬天了会吃 但是偶尔啦 对不是常常吃 那因为我吃了回家 就赶快喝一个咸米汤 那我平常呢 就是保护眼睛的 就是吃夜黄酥啦 也要夜黄酥 对对 然后心血管啦 因为我也怕很 怕会护花 因为我们都知道 懂得这个言理就是 我们的细胞啊 不停的分类 那不停的在滋长 对不对 不停的在 在我们身体的 某一个角落延伸 那你怎么会知道 很无常 很无常 人常很无常 就是一下子都倒了 对 所以今天很开心啊 直接把我们的 林博士请到现场 那么今天呢 博士也特别了 提供健康福袋 要赠送 幸运的朋友 现在可以马上来拨打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们中广的服务专线 再次的谢谢 我们场景有机 生物科技的董事长 林希蒂 林董事长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慧荣 爱吃 爱买 爱玩 爱美 请期待下一次 i like 新鲜货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